工作人员买手整理成堆的衣服 后头又有民众拎着大包小包前来捐赠 这是一家位在天母圆环附近 充满浓浓文创气息的特色餐厅 所举办的二手外套募集活动 希望透过捐赠 让这些旧衣服有再生的机会 之前有来捐了一次 然后后来我又跟我爸妈住华莲 然后我又跟他们讲这个消息 所以他们昨天又寄他们的外套来给我 所以我今天来捐第二次 家里好像还有一些就是用不到的衣服 或者是比较少用的衣服 但是可能对别人来讲是很需要的 很有意义啊 然后加上也可以把自己一些 其他衣服清理掉 其实是一举两得 虽然说是二手 但许多捐来的外套根本就像新的一样 其中还不乏国际知名品牌 此外餐厅为了扩大活动效益 还结合当地礼办协助宣传 才短短两周就募集超过500件的外套 我们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啊 就发现有好多 比方说是像CK啊 或Tommy啊 你发现它好多 他们还特别把这些二手外套拿去送洗 所以很多的衣服来 它是香喷喷的 很感谢这个好秋 来协助我们办这个活动 我们前天丽礼的礼民呢 都很好 都捐出了蛮多的这种 这么好的外套 这次活动成功连结在地企业与社区情感 不只打响餐厅知名度 还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业者表示 未来将持续做公益 希望能让民众的爱心 扩散到社会每个角落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亭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